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我不去找 而是时机还没成熟 对于女儿所说的时机 其实父亲大概明白 她依然还在逃避 她还没有从迷茫中走出来 颓废的日子依然继续 专业夏天到了秋天 秋天到了冬天 很快新的一年春天又来了 玉子依然在家里蹲着 她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硬要说变化的话 就是在新的一年她换了一个发型 又是一次吃饭的时候 玉子主动找父亲邀钱 她说要买一件面试用的衣服 听到这个消息的父亲别提有多开心 她买了一件黑色长裙 拿到照相管理给自己拍了几张写真 她的梦想是做一位明星 在夜晚 父亲很高兴玉子打算出门工作 于是买了一个手表送给玉子 但玉子却非常不领情地抵开了 这一下让父亲完全摸不着头脑 直到父亲在给玉子打算房间时 才发现了一张被扔掉的简历 以及桌上摆放的明星选秀杂志 父亲一下子明白了玉子的梦想 可尴尬的事情很快又来了 她偷偷摸摸拍的照片被送到了店里 与明星插了不知道几个等级的选秀照片 让玉子恨不得将头埋到地下 哪个女儿在自己父亲眼里不是仙女下凡 面对玉子的梦想 父亲给予了鼓励 可这些话在玉子听后 却认为是那么的刺恶 她又放弃了工作继续在家里蹲着 转眼 春天又到了夏天 一次出门采购时 玉子遇到了自己高中时的朋友 明子 她不想见到他 并不是说两人关系不好 而是明子的打扮是那么的光鲜亮丽 再看看自己 是那么的吐 那么的怂 可无奈明子发现了玉子 她只能尴尬地与明子喊喧喧了一下 这一次的相遇 让玉子陷入了沉思 她想改变 但却又害怕在改变的路上会充满坎坷 她的内心也是焦虑烦躁 毕竟哪个女人不想像明子一样变得光鲜亮丽 但玉子还是不敢去面对这些问题 有一天 她得知了父亲既然有了女友 于是她赶忙请求招商馆的小男孩 替自己打听 关于父亲女友的信息 她的内心充满了惶恐 她害怕这位女人如果嫁给父亲 那父亲对自己的爱 会变得越来越少 对于父亲的依赖 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越来越深了 于是天真的玉子就在父亲面前诽谤后妈 各种难听的话语从玉子嘴里吐出 从来没有对玉子翻脸过的父亲 在这一次终于生气了 她不是气玉子说后妈的坏话 而是气她整得有手好闲就算了 现在竟然也变成了一位喜欢搬弄是非的女人 玉子还没长大 她此刻的内心竟然是认为父亲已经被那个狐狸精给迷住了 竟然父亲这边行不通 她打算去后妈那边接触一下 看能否将她赶走 可没想到 后妈却出奇地温柔 本就天真的玉子 秉着只要谁对她好 那谁就是好人的思想 她接纳了这位后妈 而在回去的路上 她慢慢地明白了一件事 父亲已经老了 当年离婚的事情说不出谁对谁错 但不管怎样 父亲这些年对自己的照顾自己能感受到 她永远都是那位爱着自己的父亲 自己不能那么自私 在晚上吃饭的时候 她告诉父亲 这位后妈很温柔 可以带回家 但父亲却出乎意料地说 自己不会再婚的 她这么一把年计 想也能独自生活 享受清静 所以呢 这个夏天过完 就麻烦玉子 你也搬出去 工作找不着无所谓 起码先搬出去再说 听完这些话的玉子 蒙了疑惑 她没生气 也没有哭 愣了疑惑 就对父亲说道 何哥 她早就想独立了 她早就想摆脱颓废的生活 只是她没有决心 没有勇气 父亲在适当的机会 推了玉子一把 哪怕她恨自己 也必须让她离开了 好在玉子经过一年的颓废 终于懂事了 虽然她依旧没有工作 但起码她不再需要 继续依赖父亲了 谁的人生没有迷茫 每一个毕业的大学生 都对自己的前途 充满了迷茫 我们很多人没有能力 但我们有时间 我们还年轻 有的是时间回火 但同样的 就是因为年轻 才更需要珍惜 每一分 每一秒 你现在努力一分钟 也许在将来 你可以轻松十分钟 甚至更久更久 我是少年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